面對突如其來的大停電 很多人措手不及 尤其在家裡面 又悶又熱又不能用電腦 但想用電 不用花大錢買電力發電機 兩片太陽能板 也能夠輕鬆發電 撐起太陽閃 將電線插上去 不論是筆電 手機還是電風扇 馬上啟動 而這秘訣就在於 這兩塊的太陽能軟板 還有就是帳篷 做一個移動式的 行動電源模組這樣子 那讓更多人 外出的時候 你需要電源沒有電的話 你都可以在隨處做一個使用 下了一天 所收集的電能 可以讓在戶外的民眾 有電可以使用 而這項功能 也適用於電視冰箱等 家電缺電自己救 而除了小型太陽能軟板 現在有不少業者 直接向沿海農民出租農地 設置太陽能板 農地荒廢了一二十年 有些還已經是地存下限 現在不少農民租地 給太陽能公司 每分地年租金是四萬元 一公頃就能年收四十萬 每天可以產一萬五千度的電 雙方都獲利 在陸續在跟農民洽談 接洽之中 假如這邊的虧欠有再開放的話 我們一定會繼續建置 許多農田都已經完成設置 開始發電 也成為沿海的另類景觀 全台面臨缺電限電的風險和危機 政府整體配套措施做不足 民眾只能自救 防止停電帶來的極大不方便 記者洪國文潘穎文 嘉義台南綜合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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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